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停车交费 这应该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了 最近却在翠湖庄园小区引起了事端 有的业主为了不交停车费 竟然把车堵在小区的停车场的出入口 长达八九个小时 让其他业主的车辆是进不去出不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呢 我们的记者也前往翠湖庄园小区了解情况 这段视频拍摄于本月四号中午一点左右 画面上的这辆白色轿车 原本要驶离翠湖庄园小区停车场 但刚行至到达前就停了下来 司机下车后直接走向保安亭和值班保安交涉 此后这辆车就一直没有挪动过 而此时另一侧停车场的入口到达 也被一辆黑色轿车堵住 导致整个停车场瘫痪 其他车辆根本无法进出 直到半晚五点左右 白色轿车才离开 而入口的黑色轿车 则堵到晚上九点才被开走 实际上同样的情况 从本月一号到四号 每天都会在翠湖庄园小区停车场上演 其中三号和四号两天 车辆恶意堵占停车场出入口的时间 都超过八个小时 给小区的居民带来了严重的困扰 一些业主因为无法将车停进停车场 还吃了交紧的罚单 九点多八点多九点多吧 我停在这边是因为有车堵在这边 所以我进不来 我们每个月都在这边交物业费 停车费什么都交了 我是因为车进不来 所以停在这边然后被贴罚单的 那么堵住停车场出入口的车辆 究竟是谁的呢 在采访中 一位业主主动告诉记者 一号上午 他也曾驾车短时间堵在小区的出入口 当时他身体不适 赶着去看病 但保安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啥放行 而是要他支付停车费 因此双方僵持了一阵 既然已经缴交了包月停车费 保安为什么还要向他收取临时停车费呢 物业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 这位业主在小区的一楼经营一家车行 有四五辆车 之前停车都是打包在一起收费的 但从这个月一号开始 小区实行了新的停车收费办法 每一辆车都必须单独收取停车费用 多辆车的 停车费还要采取阶梯收费的方式 在新的收费办法开始实施后 一些在小区店面经营二手车生意的商户 采取了长时间堵住停车场出入口的极端方式 第一台车100 第二台车200 第三台车300 这样这种阶梯的方式来控制有效的管理这个车厂 它矛盾点在哪里 做生意的呢 作为他们来讲 他们车 车牌号码固定不了 它来来去车比较多 那我们肯定有个临时停车 一个小时是五块钱 还设了封顶 你停二十四小时也是三十块钱 这样看起来啊 这是新的停车收费办法 但其实三年前这个停车场投用的时候呢 收费方式就是这样制定的 只是过去停放的车辆少 没有非常严格的来按标准收费 现在呢业主的车辆多了 停车情况越来越紧张 这样一来呢 一部分业主尤其是在一楼店面经营二手车 租车生意的商户 那就不干了 翠湖庄园小区共有330户业主 小区里的停车位有180个 其中150个都集中在这片地面停车场 与此同时 翠湖庄园小区匹林金上路 迎接有五六家经营二手车 或是租车生意的车行 他们的车辆也都停放在地面停车场中 记者从社区局委会了解到 前几年 翠湖庄园小区的私家车不算多 地面停车场的车位多有盈余 再加上出入口都是人工登记 放行 也就没有严格按标准收取停车费 车行或是一些车多的业主 还可以办理优惠套餐 一个月支付几百元 就可以随意停车 但这两年 小区业主的车辆不断增加 停车位紧张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因为我首先要保证所有的这些业主 不单单是店面的 现在是五家驻车行联合在一起 五家每家 每家让你说有七八部十来部 那我五家我就多少 五十几部车 那个停车位才能停几部车 那我的这些其他的是业主呢 所以说业主它反应非常大 为了更公平地分配停车资源 翠湖庄园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决定 严格执行过去制定的停车厂收费标准 并且按照相关程序 得到了多数业主的签名同意 向相关主管部门进行了报备 还对外公示了一个月 同时地面停车厂还安装了 蓝牙识别装置 一切准备就绪 4月1号 停车厂开始严格按照标准收费 商户们却突然爆发不满 出现了赌占停车厂出入口的过激行为 可能我们作为业主没有什么意见 可是我们作为双铺 我是这边房东 我们这样子店面我要租给谁 用在这边来收费可以 但是这一条道 这边你收费也可以 但是你这一条道 要保证我们热肠的通畅 这个通畅是不应该 是不应该有 是不应该有这种零停费用的 那它就是意思 我租了这间店面 我要几部车 你一定要让我停几部车 您觉得这个合理吗 这个是不合理的 我整个业主的车都没地方停 你商户如果是我租一间店面 我给你一部车保证的 那这个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那你如果说我这个商户一租下去 我要二十部车 我要腾二十部的车位给你停 这不合理的 商户业主两方各有利益诉求 对停车场的收费方式存在争议 眼下社区物业 以及小区业委会等都在积极协调 包括给商户提供有限的免费停车券 或是在白天向流动车辆免费开放通道等 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寻找到更合理的停车收费方案 化解邻里之间的矛盾 记者刘宁姐王汉阳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 上午十点多 在斯明交警大队违法行为处理大厅内 已经坐满了前来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驾驶员 出租车驾驶员冯师傅一大早七点多就赶来排队 他告诉记者 因为排队的人太多 他来了几次都没有取到好 所以今天一大早就赶来排队 在排队等待了三个小时后 冯师傅终于在窗口完成了交通违法的处理 跑了好多趟因为你看也要跑车嘛 每天也要跑车 可能是很麻烦 确实处理这个违法 又要等 上一次 等到就是该到排到了 他说没有号了 根据统计 斯明交警大队每天交通违法处理量 约为六百五十起 这占到了全市处理量的百分之四十五 每天处理大厅里都是人满为患 即便是增开了受力窗口 也很难满足现场的需求 为此交警部门在一个月前 试运行了交通违法处理微信预约系统 驾驶员只要通过微信预约 就可以减少在交通违法处理大厅排队等待的时间 民警介绍 预约业务办理 首先要关注厦门交警或斯明交警微信公众号 进入交警预约彩单 填写个人相关信息后便可进行预约 需要提醒的是 每人每天同一窗口业务只能预约一个号 并且当天不能预约 预约成功后 个人需要携带所需的材料提前五分钟到达现场 如果一位驾驶员同一个月内有三次爽约的 将被列入黑名单停止预约服务 交警部门介绍 目前微信预约还仅限于斯明交警大队 每天的预约号也只有五十个 接下来在系统完成改造后 交警部门还将陆续开放车管所 和其他交警大队的微信预约服务 届时预约号的数量和受理的业务内容 都将会有所增加 更加方便市民办理交警部门的相关业务 记者贤云 高志强报道 最近厦门中医院眼科先后接诊了六名小学生 这些孩子都是同班的同学 上午还好端端地在上课 可到了下午却几乎同时出现了眼睛红肿 疼痛这样的症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记者从厦门中医院眼科了解到 接诊的这些学生都来自湖里区的一所小学 当天下午临近下课的时候 突然有一名小朋友眼睛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疼痛 紧接着又有五名孩子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在家长的陪同下 孩子们是闭着眼睛赶到医院就诊的 眼睛一直闭着 而且眼睛一直流眼泪 止不住的 就止不住的流 你只要一睁开 眼泪就哗啦一样的流下来了 医生经过检查后发现 这些孩子都出现了电光性眼炎 也就是常说的紫外线眼伤 在和这些小患者的交流中 医生了解到 当天上午 当这些孩子到学校后 发现教室里多了一盏灯 因为好奇 大家就围着观察了一会儿 而这盏灯实际上是用来给教室消毒的紫外线灯 老师使用后忘记关闭了 医生推测 可能是由于紫外线光照时间过长 灼伤了孩子们的眼睛 因为我们角膜扇皮的神经非常多 然后它刚好紫外线伤害的是角膜扇皮的细胞 扇皮细胞脱落之后 我们角膜上面的神经末梢全部暴露了 所以导致疼痛得很厉害 医生介绍说 还好由于紫外线光照时间有限 才没有引起孩子的其他眼部问题 医生提醒 紫外线消毒灯虽然有灭菌作用 但过量的紫外线照射 会对人体的皮肤 眼睛 以及免疫系统等造成伤害 在使用完紫外线消毒灯后 一定要及时关闭 一旦出现电光性眼炎后 不必过度恐慌 多闭眼休息 再恢复期少看电子设备 大多数患者在发病后 两到三天就可以痊愈 记者肖心无过好 通讯院李奇斌报道 这几天有点夏天的节奏了 不少市民都换上了短袖 但今天的天气有点过山车 上午艳阳高照 中午凉风袭袭 傍晚更是出现了短时间的倾盆大雨 我们来了解一下 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下午四点多 在冰冬小学门口 江女士正拿着一件外套 等待着孩子放学 江女士说孩子伤六年级了 下午看着气温突然下降 她担心孩子着凉感冒 特意拿了衣服赶来接孩子 早上出来穿短袖出来的 因为早上很热 我就要戴个外套 然后她说不要了 那下午不就起风了吗 天冷了 我就给她送个衣服过来 在学校门口和江女士一样 不少家长都拿着外套 等待着孩子放学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 今天上午十点 我市的最高温一度达到29摄氏度 而傍晚六点的气温 却只有18摄氏度 短时间里的降幅超过了10摄氏度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表示 前几日受到偏难暖湿气流的影响 我市已经连续五天 平均气温超过22摄氏度 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说 厦门已经进入了夏季 这个节点比往年 整整提前了一个月 但是这个早到的夏天 气候条件还不稳定 从今天开始 气温又会出现下降 大概明天开始的话 就是降水会逐渐减弱停止 然后转成这种 多影天气为主的一个天气 气温的话 受这个能复气影响 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高温的话 就是这几天 大概会维持在 21度左右这个水平 然后低温的话 大概会下降到16度左右 不过在短暂降温后 从15号开始 我市气温又将有所回升 最高温度会攀升到28至29摄氏度 并且会呈现出回南天的湿热状态 暂时来看到 基本上降水以后 可能性会比较小 接下来 冷空气下来以后 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到周末的时候 可能又会出现这种 回南天的这种 会有潮湿的情况 记者雄伟黄超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 高速公路上疑似追尾 一名男子不幸身亡 欢迎回来 眼相关于垃圾分类的推广 这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进入到厦门人的生活中 这其中小手牵大手的推广方式 作用不容小觑 这种询报我们到江头公园看一下 昨天下午在江头公园的一角 我们看到了非常热闹的场面 这是江头幼儿园的小朋友 正在为推广中的 垃圾分类做宣传 活动内容非常丰富 既有幼儿园自编自导的 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文艺节目 也有现场利用废品进行的 亲子手工制作 人流往来中不时可见 身披环保小卫士受代的小朋友们 场所周边还悬挂着 孩子与家长共同制作的 充满同趣的海报 数十足家长和孩子 在幕布上为执行垃圾分类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据了解江头幼儿园是江头辖区 12个垃圾分类的试点单位之一 推广一个月来 这些试点单位的执行率 均已达到了80%以上 平时我们就是一点一滴的 一直在积累 只是今天只是一个平台 走出来走到社区里面 跟大家跟社区的居民 在进行一些扩大的宣传 其实在幼儿园里面 我们是每天都在说 垃圾分类 可回收垃圾 厨余垃圾 有哈垃圾 其他垃圾 就是说我们日常的垃圾 要这么分是吗 对呀 在家是怎么 比如说有果皮 你放在哪里呢 那四个垃圾桶 你放在哪里呢 那个绿色的 绿色的 这次学校倡导完之后 宝宝回来给我讲的 就是说家里面 也要执行垃圾分类 那我们也开始执行这个 那我们在家怎么执行的呢 一样的 分作四类 然后分作四个 原色的小垃圾桶 这学期开始上学以后 老师就开始 给他灌输这个思想 然后小朋友 基本上回家都有做 那对咱们家里有影响吗 肯定有影响 起码一个垃圾桶 丝的跟干的分得很清楚 记者 刘华报道 今天中午1点45分左右 在神海高速 小安段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男子被困 接到报警后 消防高速交警120等部门 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但令人遗憾的是 这名被困男子 最终不幸死亡 受事故影响 高速公路上的车辆 很快排起长龙 消防官兵通过应急车道 快速赶到了事发地点 现场 一辆张周牌照的面包车 右侧车身 撞上了一辆拖挂车 受损严重 在面包车的副驾驶上 一名男子被困 消防官兵 马上打开面包车的后门 钻进面包车 挪动副驾驶的位置 腾出空间后 把这名男子转移出面包车 一旁的120医护人员 迅速上前检查 不幸的是 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今天清晨5点半左右 在杏林西滨村路口 也发生一几交通事故 一辆轿车撞上了路边厂房的围墙 车头严重变形 司机头部受伤 被困在驾驶室内 轮擋出来 赶到的消防官兵 破拆开轿车两侧的前门 一名战士携带液压扩张器 进入车内 展开扩张作业 约15分钟后 被困的司机被营救出来 并由120医护人员 送往医院救治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自己是一间水果店的老板 每天晚上店铺关门后 还出来兼职 做网约车司机 谁能想到 这样一个看起来 很勤劳的年轻人 却在载客的途中 顺道去批发市场 偷水果 近日店前派出所民警 对这名罐偷 来了个人赃病火 今年春节前 中普水果批发市场的 一些店家 向社区民警反映 摊位上不时会出现 丢失少量水果的现象 但是因为临近春节 每家水果店的进货量大 库存多 店家们也不太确定 是否水果真的被偷 直到今年三月份 一些细心的店家发现 店里还是每周 都会丢失一两箱芒果 这个芒果一箱就是60来斤 它不可能一个人要抱恒养 肯定就是说 不然就是附近 不然就是说有车过来 所以我就从这条路 开始调监控 在多段监控视频中 都可以看到 凌晨两三点钟 一名男子左顾右盼地走进水果店中 看看四下无人 就马上搬起一箱芒果后 立即离开 店家们赶紧将这一情况 反映给社区民警 民警在调查中发现 这名男子平均每周 都会到市场里偷一次水果 而为了方便搬运 他只偷停车场附近的店家 民警判断 多次得手后的小偷 肯定还会再次回来盗窃 经过七天的蹲守 4月9号凌晨 这名嫌疑男子 再次出现在市场里 就在他准备进行盗窃时 民警上前将他抓获 据了解 嫌疑人姓曹 今年30岁 在夏大附近开了一间水果店 每天店铺关门后 他还兼职做网约车司机 在批发水果进货时 曹某发现 中浦水果批发市场的一些店铺 没有安装卷闸门 水果都是随意堆放在店铺中 所以每次有载客人 到中浦水果批发市场附近 曹某都会顺路偷一箱芒果 拿回自己的水果店中销售 目前嫌疑人曹某因涉嫌多次盗窃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谢从斌 段志伟报道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我是空气质量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晚上的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41 空气质量为优 在西雅图附近一处茂密的森林里面 有一座位于山坡上的 与世隔绝的小木屋 这座小屋呢 迄今为止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 而且它当初的造价只有500美元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去看看这座梦想小屋 穿过绿油油的丛林 一缕阳光倾泻而出 漫步林间 鸟语花香 森林中风景如画 这里优美的自然风光 让人彻底陶醉 梦想小屋就坐落在这里 60年前 18岁的奥森 突然萌生出 想去大城市学习建筑的念头 奥森的父亲 为了考验儿子的决心 就让他用500美元 先在自家森林里盖了个房子 起初建造的木屋虽然外表简陋 但是屋里却收拾得有模有样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奥森整整盖了他60年 2002年 奥森又新增了一个 延伸到森林里的房间 10年后 他又在小木屋的另外一侧 增加了一个超长的露台 最终使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不仅如此 这栋小木屋 也让未来的大设计师奥森 将与自然和谐相容的建筑理念 贯穿在了自己的设计当中 奥森也因此被建筑文摘 评为全世界前100位建筑师 如今这栋独居山林小木屋的主人 奥森已经77岁了 与其他建筑师爱好社交 和香槟美酒不同 这么多年来 他依然最爱森林深处那栋 简单质朴的小木屋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 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不是很好 预计明天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 2-2污染物是PM10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特区新广场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